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中国美术八千年》 有着非常重要的地方 它被誉为中国美术发展史的经典之作 开创建立了新的中国美术史学体系 是现代中国美术史学发展的里程碑 这部书的作者王迅先生 是著名的美术史家、美术理论家 是中国现代高等美术史教育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他曾经主持参与了博徽的设计 等等一系列重大美术项目 1957年王迅先生还主持创建了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 《中国美术八千年》这本书 详细地介绍了中国美术的历史和文化 涵盖了各个时期的美术特点和代表作品 书中首先介绍了中国美术的起源 包括原始社会的美术形式和特点 比如研画、陶器、玉器等等 随后按照历史时期详细地介绍了 不同时期的美术特点、代表作品和艺术风格 商周时期的美术以青铜器和玉器为代表 秦汉时期的美术以兵马俑和画像砖为代表 随唐时期的美术以敦煌壁画和唐代 四女图为代表 明清时期的美术则重点介绍了文文化和民间艺术 除了各个时期的美术 书中还对中国的民间美术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民间美术当然是中国美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包括比如剪纸、年画、刺绣等等 这些民间艺术形式具有深厚的历史和文化比喻 反映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方式和审美观念 此外 这部书还探讨了中国美术的文化内涵 通过分析中国画中的意境、戏运等等概念 揭示了中国美术所蕴含的哲学思想、审美观念和文化精神 这些思想观念和宗教、政治、社会等方面密切相关 影响了中国美术的发展和演变 具体内容包括 商周时期的美术我们前面讲过以青铜器和玉器为代表 书中就介绍了青铜器的种类、造型、文饰等特点 还介绍了玉器的雕刻技艺和象征艺 秦汉时期的美术以兵马俑和画像尊为代表 那书中就介绍了兵马俑的造型、服饰、武器等方方面面 还介绍了画像专的题材、风格和制作工艺 隋唐时期的美术以敦煌壁画和唐代诗语图为代表 书中就介绍了敦煌壁画的艺术风格、题材耐用 以及唐代诗语图的造型特点、色彩运用等等 总而言之 本书的内容丰富而全面涵盖了中国美术的各个方面 通过阅读这本书 读者可以深入了解中国美术的历史和发展 感受它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文化内涵 我在这里为大家推荐的这个版本 新增了400多幅高清图片 涉及玉器、陶器、石器、青铜器、漆器、瓷器、瓷器、 还在下面配有文字图书 介绍这些作品的实代、尺寸、管长、出土、善意等等信息 这是一部值得一读的中国美术史的好书